You make me move You make me dance You make my heart beat, beat, super fast You make my heart beat, beat, super fast My mind is super super My mind is super super You make me beat, beat, super fast 大家早安 我們在南投的日月潭這邊 今天要爬的是貓蘭山 前面這個是日式宿舍 已經建於1936年 現在還有保存六棟的日式宿舍 這個日式宿舍 就是給以前這邊茶廠的員工住宿的 就是魚池紅茶試驗之所 然後也是氣象站的人員住 他們是共同使用的 那這幾棟建築已經被登陸為歷史建築 2004年的時候登陸的 是在921大地震之後才被登陸的 它是跟那個魚池紅茶試驗之所 是同一年登陸的 這條路也是通往農業部 茶集飲料作物改良廠 你說下面看怎麼這樣子 對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有看到那個字 在裡面嗎 它在最裡面 名稱太長了 所以它就有一個簡稱 叫做茶蓋廠 或者是叫茶葉改良廠 茶蓋廠串例於1936年的1月 當時是屬於台中州 新高峻 魚池莊 貓蘭山 魚池分場 其實這邊就是台中州 屬於台中州的一部分 所以那個還不是南投 不是 最初的名稱是 魚池紅茶試驗之所 你這個還比較好記 對啊 經歷許多次的改名 最終在今年的8月1號 改為農業部茶集飲料作物 改良廠 中部分廠 總廠是位於在桃園的陽梅區 現在走到盡頭這邊就是 茶蓋廠的入口 跟貓蘭山的登山入口 這裡面的自茶工廠 是新建於1938年 是台灣當時的大嚴重紅茶研究中心 然後旁邊有一個 新景跟吉蘭的紀念碑 新景跟吉蘭 他是在1926年從日本 老到台灣這裡 當時是在平鎮的 茶葉試驗之所那邊當祭司 然後他在1936年 帶著他的家人來到這邊 在這邊成立了 魚池紅茶試驗之所 在這邊研發了 西蘭紅茶 並設立全壇唯一的西蘭市紅茶廠 稱為磁木製茶廠 磁木製茶廠在 921大地震的時候就震垮了 所以他的木材就就地燒毀 1939年 魚池成為台灣外銷紅茶的主要生產區 茶區高達3000公頃 佔台灣外銷紅茶的93% 尤其是從印度引進的阿薩姆品種 及在台灣採集了野生三茶 進行品種選育的工作 所以日月潭就變成紅茶的故鄉 新景跟吉蘭就被稱為 台灣紅茶指輔 1945年 二戰結束後 日本投降 這個時期許多日本人選擇 新景跟吉蘭 住在台灣將近20年的新景跟吉蘭 決定留在台灣 並加紅茶研究和製作的技術 全部交給國民政府的技術人員 而隔年 新景跟吉蘭就因為染上瘧疾 在台灣去世 想年42歲 他的遺體就是在紅茶改良場火化的 而他的女兒新景靈子 就帶著他父親的骨灰返回日本 但途中卻遭遇了船難 在這場船難中 新景靈子幸運的存活下來 但是他父親的骨灰 就因為這場意外 而沉入了大海裡 靈子返回日本之後 嫁入殷井家 他婚後就很少提起他父親的往事 直到他去世 導致日本人不知道 新景跟吉蘭在台灣的空間 直到新景的老同事 竹下貝吉 在2010年的時候 到台灣緬懷 他們在這裡種茶的時光 才發現這邊有當地居民設置的紀念碑 設置紀念碑的人 是紅茶試驗之所的員工 他們在1949年 為了紀念他設立的 也被於此茶香的居民視為 貓蘭山的守護神 而竹下貝吉訪日後 並與應吉加聯繫上 才把新景在台灣所貢獻的事情 傳回到日本 而2007年的11月 齊美的董事長 許文龍 為了感念他對台灣的貢獻 所以在這邊捐贈了新景的銅像 總共他捐獻了四個銅像 一個就是在這裡的茶廠 在茶廠裡面 另外一個是在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 還有一個是奇美博物館 當然還有新景的故鄉 許瑪縣也有設立一個 你看走到這個平台 這邊就是適合看日出的一個地方 日月潭最適合看日出的一個地方 對 她是適合看日出的 正在拍照 她有限度 方向的地位 並且聲明 到一個地方 但是 還好 有限度 有限度 到了到了 現在我們走到貓蘭山這裡 山頂這邊就是日月潭的氣象站 全台灣有四座高山的氣象站 一個就是這邊的日月潭氣象站 另外一個是在陽明山的組織湖 還有阿里山 最後是玉山 現在我最後方就是日月潭的氣象站 以前他叫台灣總督府氣象台 貓蘭山出張所 當時這邊的辦公室跟員工宿舍 就是查改廠下面的日式宿舍那邊共用的 日治時期所建的風力塔 他興建於1940年的11月 是台灣總督府為了觀測高空的氣象所建的 當時是一座石器基座的風力塔 他這邊寫的貓蘭山 他那個貓是貓咪的那個貓 以前的那個貓蘭山的貓是犬自變的貓 就跟狗一樣 就跟狗一樣 那個犬 現在我們爬完貓蘭山 這座小百月 今天是12月31號 今年的最後一天 也是我要來完成 湧船日月潭的這個活動 現在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 掰掰 這個鏡頭 現在我們在象山遊客中心這邊 早上我有說到象山遊客中心這邊會有一尊 清景跟極然的銅像 但是剛剛問那邊的服務人員 他說是在台店裡面 所以不是在這邊 好 那就這樣子 我們繼續騎 趕快車回水車 我們現在騎完環潭一圈 準備回去了 準備回去了 那就在這裡 掰掰 掰掰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如果沒有訂閱 你叫什麼名字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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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